嘿 大家好 我是啾啾鞋 說到賭場 除了各種賭博遊戲與祭壇以外 許多人首先會聯想到的就是 籌碼 今天要介紹的是一起 金額高達數百萬美元的 籌碼衛造案 不過首先 為什麼賭場要用籌碼 而不是直接用現金呢? 其實用籌碼 對賭場來說有許多好處 首先在心理上 賭客就會因為 下注的時候丟的是籌碼 而不是現金 戒心跟心理壓力就會小不少 就比較容易下重注 另一方面是安全性的問題 賭場先收到現金以後 可以放在安全的地方集中存放 不會桌上到處都是現金 讓人隨手可拿 賭客賭完錢以後 再統一到櫃檯兌換回現金 再來是方便性 如果金額大的時候還在那邊數鈔票 實在很花時間 有經驗的賭客跟核官等相關的工作人員 眼睛一看都知道 這裡的籌碼多少了 計算上跟使用上都比鈔票現金方便 最後還有大數據 由於現金哪許多賭場的籌碼內 都有使用RFID 除了防衛功能以外 也可以提供賭場賭客下注的相關數據 能更好地進行管理 不過在2000年的時候 就有兩名騙徒 利用高超的衛造技術 製造出價值上百萬美元的籌碼 並也成功從拉斯維加斯各大賭場中 騙取數百萬美元 時機要回到90年代末 拉斯維加斯正在大新土木 大大小小的新賭場冒了出來 老賭場也趕著改頭換面 因此這裡有大量的土木工程需求 到了2000年 故事的主角艾瑞克生川 當時還是一位來自南加州的小承包商 決定搬到拉斯維加斯 來承攬這裡的生意 因為需求量大 很快的艾瑞克的工班就需要擴充人手 有一天他在一間酒吧裡面 遇見了20歲的傑瑞米·路易斯 傑瑞米本身是前科累累 包含有毒品、衛造文書等 在加州跟拉斯維加斯所在的內華達州 都有被通緝 但因為實在是太缺人 艾瑞克還是僱用了他 而傑瑞米也很守本分的乖乖工作 就這樣子維持了4年 到了2004年 拉斯維加斯的營建業需求下滑 身為小承包商的艾瑞克首當其衝 原本直接堵城內的生意 現在得越跑越遠才能接到案子 日子過得越來越苦 有一次他和工班到城外的工地工作 當天收工後 傑瑞米開著車 經過高速公路的時候 他看到了一個 上面印有籌碼的巨型廣告看板 他突然有了個點子 不久後他把車子停在路邊 轉頭問了一下他的員工們 你們覺得籌碼會很難做嗎? 大家討論了一下後 一致認為應該不會太難 於是他們決定試試看來衛造籌碼 接下來幾天 他們分頭行動 大家從各個賭場裡面 兌換出一些籌碼 帶到艾瑞克家的車庫裡面 開始研究籌碼的構造 一般來說籌碼有分成 ABS、黏土和陶瓷這三種 最便宜的ABS就是用塑膠製成的 使用塑膠色素成型製作 一般市面上公開販售的平價籌碼 都是ABS籌碼 陶瓷則是最貴的 以前是用在高價籌碼 或是頂級的賭桌上才會使用 後來才漸漸被廣泛使用 而在2004年 當時大多數賭場給一般賭客使用的 則是黏土製的籌碼 使用特殊的黏土與機器壓制而成 艾瑞克所拿到的大多數也是這種 接下來他們嘗試從原料開始 他們找來了各種材質的黏土 甚至模仿廠商用壓制的方式來製造籌碼 但是又達到跟正版籌碼一樣的外型 重量甚至敲起來的聲音也要一樣 真的太困難了 幾個禮拜過去 大多數工人都受不了決定離開 只是要艾瑞克跟傑瑞米兩個人堅持繼續下去 後來他們決定放棄從頭偽造籌碼 而是用改變塗裝的方式 將低價籌碼 偽造成高價籌碼 這樣材質上就絕對沒問題了嘛 首先他們要把籌碼中間的貼紙撕下來 因為使用特殊黏膠 所以直接撕是很難完整撕掉的 所以他們直接把籌碼丟到水裡面去煮 一煮過之後就能完整撕掉了 接著他們從美術用品店買來了各種顏料 開始研究正版籌碼的顏色 並調配出非常相近的顏料 拿到室內、室外去做對比 確認無比接近以後 將顏料按照高價籌碼的樣式 噴在低價籌碼上 接著他們將高價籌碼中間的貼紙掃描下來 印在透明貼紙上 再把這個透明貼紙貼在白色的汽車保桿貼紙上 切割好以後再貼在抨擊好的低價籌碼上 看起來就幾乎能夠以假亂真了 但還沒結束 真正的籌碼貼紙上是會有螢光防衛標示的 但當時的製造商其實做的很簡陋啦 基本上就只是幾個螢光小點而已 並沒有太複雜的圖案 甚至也沒有固定的位置 所以艾瑞克跟傑維米就去買了螢光塗料 一點上去以後一照 螢光效果就跟真的一模一樣 到這裡就大功告成了 終於經歷了一個月 他們成功位造出3個100美元的籌碼 他們決定拿到賭場去試試看 能不能蒙混過關 結果還真的馬上順利換出現金 這下他們確定這個方法可行了 回到車庫後 他們開始擬定下一步 為了要分散被抓的風險 他們必須要從各大賭場收集籌碼 而且你也不能總是一進門就直接說 你要拿籌碼換錢嘛 所以他們流程是這樣子的 一開始進賭場就真的拿錢去換籌碼 接著他們也要下場賭博 玩過幾輪後 把換來的跟賭桌上 樹迷來的真籌碼拿到廁所裡 用他們帶來的高價假籌碼 掉包後在哪去換錢 然後再隔一段時間 就可以拿剛掉包的真籌碼 去把一開始的錢給換回來 這樣子在人多的情況下 賭場就很難立即察覺籌碼被掉包了 他們位造的籌碼金額也越來越高 一開始是100美元的 後來變成500美元 1000美元的籌碼 100美元跟1000美元 效率就差了10倍啊 在接下來的三個月裡 他們就用這樣的手法 大量從賭場裡洗錢出來 阿瑞克非常善於保守秘密 連他的妻子都不知道這件事情 雖然說他很明顯感受到 老公出手變得很擴挫 但是反正名牌包跟鞋子 可以一直買一直換嗎 他也懶得過問 但杰瑞敏那邊就不一樣了 他就是典型的雷包啊 單身的杰瑞敏開始流連於各大酒店會所 交友圈變得越來越廣 而且他也不是很在乎保守秘密啦 反而拿來當作跟妹子炫耀的話題 結果果然踢到鐵板囉 有一天 阿瑞克就聽到杰瑞敏在旁邊講電話 講得很大聲 好像是他吵架的樣子 那阿瑞克就趕緊要杰瑞敏把電話交給他 果然是杰瑞敏認識的一個女生 威脅他如果不給他錢 就要去報警公開他們所做的真事 出於無奈他們只好付了風口費 但是翔也知道他不會散罷甘休嘛 接下來他又不斷的開口要錢 他們也只好一直付錢拖延下去 於是阿瑞克跟杰瑞敏決定要暫時離開 拉斯維加斯避風頭 想要趕去大西洋城的賭場顧忌從事 結果就在阿瑞克準備要出門的時候 突然有個男人來敲門了 說他兒子在他家後面玩球 結果球掉到他家後院了 能不能讓他進去撿個球 阿瑞克沒有多想讓他進來了 結果馬上跟著一堆人衝進來 果然是內華達州賭博管制委員會的便衣探員 而且他們也有搜索令 於是馬上開始就整間屋子進行搜查 結果就在車庫裡面找到所有的犯案工具 當場被抓個人賬巨戶 而杰瑞敏也在同一天被抓 三天後兩人上了法庭 由於內華達州的經濟命脈就是 拉斯維加斯的賭場 所以該州的法律對這類炸賭的案件 一向非常的認真 兩個人的保釋金額高達500萬美元 相當於1.5億台幣 當然兩個人沒錢交保 只要進去蹲了 而在監獄裡 由於他們的保釋金額實在是太高了 讓他們馬上成為了監獄的名人 自然也有很多人上來攀談 艾瑞克就在監獄裡遇到了一名 來自俄羅斯的黑道分子 他和艾瑞克聊了起來才發現 原來艾瑞克是因為衛造籌碼進來的 這馬上引起了俄羅斯人的興趣 雖然付出超高額的保釋金 但艾瑞克還是有存下一筆錢 讓他請了一個律師 重新開了一次保釋法庭 這名律師真的非常厲害 一出手就讓他保釋金額 從500萬美元挑戰到12000美元 我真的覺得絕運律師應該要找他來演 不過另外一個雷包結尾米就沒那麼幸運 因為他錢都花光了 也沒錢請律師 只要繼續在牢裡蹲了 在坐牢短短10天後 剛出獄的艾瑞克很快就遇上了 同樣剛出獄的俄羅斯黑道 這個俄羅斯人就希望能夠跟艾瑞克搭檔 繼續衛造籌碼 由於前面請律師跟付保釋金 基本上艾瑞克也已經把錢都花光了 所以只好答應俄羅斯人的要求 但是因為擔心已經有錢科了 如果再被抓一次 鐵地沒那麼幸運啦 所以艾瑞克堅持不要親自下場 最後兩個人達成協議 艾瑞克會叫俄羅斯人如何偽造籌碼 而艾瑞克可以分到25%的籌勞 幾個禮拜後 俄羅斯人就開始到賭場裡面犯案了 不過這次因為已經有前面的教訓了 賭場人很快就發現到假籌碼又出現了 而且警方才剛抓到過艾瑞克跟捷瑞瑪 捷瑞瑪人都還在捷瑞裡面 唯一的可能性就是艾瑞克了 於是很快的 有一天艾瑞克正在叫俄羅斯人 偽造新的籌碼時 外頭傳來了敲門聲 這次艾瑞克也知道沒救了啦 乖乖舉手投降 再一次人贓俱火 這次艾瑞克和檢方達成認罪協商 判5年緩刑與社區服務 他第一次坐牢做了10天 這次只坐在裡面待了兩三天而已 而艾瑞克所偽造的籌碼 當然也要等價償還啦 只是檢方從各大賭場裡 總共只能找出價值36000美元的籌碼 所以他也只償還了這36000美元 而據艾瑞克本人在多年後的反彈中所說 他們當時其實總共偽造了超過100萬美元的籌碼 不過因為這番話也無法當作直接證據 畢竟他也可以說我只是上節目胡亂的而已 又沒有找到偽造的籌碼 所以這筆錢也是追不回來啦 經過這次的偽造案以後 現在的賭場籌碼都已經有大幅提升偽造難度了 籌碼外面都印有序號 有些還有雷射防衛標籤 另外籌碼內也都有加裝RFID 就像悠遊卡那樣的功能啦 可以記錄一下每一個籌碼的資訊 就算你偽造的外觀 裡面的晶片資訊還是能夠知道 這個籌碼的價值是多少 而萬一真的有人偷走籌碼 就直接從系統裡面 把被偷走的籌碼作廢就好了 也無法拿回來兌換 總之看完這期籌碼偽造案以後 我最佩服的其實不是艾瑞克跟傑瑞米 而是那個律師啊 確定不是So Goodman嗎? 好 以上就是這一期發生在2004年的籌碼偽造案 最後呢喜歡影片的話記得按個讚 還有訂閱頻道按下小鈴鐺 那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我們身處資訊的時代 網路安全就跟人身安全一樣重要喔 要如何保護你的個資 以重要的付款資料不被駭客入侵 這時候就需要使用NordVPN NordVPN可以隱藏IP 也會幫助你阻止惡意軟體自動下載執行 阻擔網路釣魚詐騙網站 而且有許多的服務或內容 使用網路購買都會有鎖区的限制 或甚至原本已經購買了 官方就突然宣布鎖区 成為悲慘的正版受害者 NordVPN就可以幫助你跨區購買想要的內容服務 或是跨區取得較好的價格 真的非常方便 現在就點資訊欄裡面的連結 使用我的專屬優惠碼 C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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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享有兩年方案的優惠 外加免費附贈一個月 NordVPN也提供30天試用期 30天內無條件退費 快使用NordVPN吧